好 接上个视频重新来讲啊 刚刚我说错位置了 我们不是在这个 这一排的这个洞里啊 是在下面这一排 我们就是开始勾 勾上面斜身 上面这四圈的部分的第一针里 从这里入针 然后勾出来四个短针 我们代线出来 然后立一个 锁针 然后我们勾 在同一针里勾短针 然后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个短针 我们就在最上面 最上面这个针目里 也给它勾出来 一个短针 这样勾好之后 它就平了 刚刚说错位置了 然后我们立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立一个锁针 我们把它转过来 把这个小鞋子 给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在同一针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下一针里 一个短针 好 到最后一针里 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就 就这样就可以了 勾两排就可以了 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给它断线 藏好线 藏好线头 藏好线头之后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在另一边 这一边也给它 找出来四针 找出来四个短针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穿针开始 然后 我们勾进去 带线出来 然后勾针 勾一个 勾一个短针 然后 我们在这个 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 勾出来一个短针 就这样斜着 在它这个 每银行的空隙里 找位置 然后在下一针 也给它勾出来 一个短针 好 找好四针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我们给它转过来 然后再对应的 勾出来 四个短针 然后 立一个锁针 断线 结束了 然后这个小鞋子 上面 它就完成了 大家自己动手 把这个线头 给它藏一下 然后我就不 不一个一个给它藏了 等我们藏好线头之后 再来讲 好 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些线头 都给它藏好了 藏好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来勾 这个小鞋子的花边 勾完花边之后 我们这个鞋子的主体 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小鞋子 给它放 鞋口对着我们 鞋口这样朝下吧 鞋口这样朝下 我们找到后面 鞋后根的位置 找到鞋后根 这个引把针 这边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拿出 拿出这个咖啡色的线 这个线的颜色啊 是可以自己搭配的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就用什么颜色的 自己搭配就行 线头中间给 线头中间给 就用这边的颜色的线的颜色的线 就用这边的颜色的线